那就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琉璃的女士 那妳是媽媽環環聯盟的嗎 是 OK 好 媽媽講的話也要聽啦 各位好 謝謝大家今天在這個禮拜六下午來到這邊 就聽我演講 我就說大家一起來分享 就是我自己經過了舞蹈 都在以後的一些經驗跟觀察 那這是我 這次就是為了308的 對河大遊行的一個造勢的演講 一個環島演講的第一站 所以我才是很榮幸 那而且就是說 事實上我的整個範圍 跟新竹跟清華大學 是有很深的淵源的 那這待會我再繼續再來說明 可是今天真的是 首先先謝謝大家 那我是跟就是說在座很多位 我都稱包括俗家 甚至瑞祖 瑞祖還有一個不要說在座各位教授 市長 你們大家都是前輩 我都稱大家是前輩 因為我真的是311之後才開始去認識 就是核電或是核災的真相 那311之前 就是說我真的連台灣到底是 我們只有在我是國中第一屆 這樣說就大家都知道我幾歲 那國中第一屆我們有被過十大建設 就是有核能發電廠 那就是只有這樣子 像我連台灣到底是有幾個人 我都有點搞不清楚 那到底都是吵了半天後來 到底是有沒有蓋好 也都完全忘記 就是因為我已經去日本三十幾年了 所以我真的已經搞了 就真的是去國已經完全不知道 可是就311發生之後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到311發生 開發地震 然後312下午 就是福島回廠下午311開始輕爆 然後到314那天 就已經3號機的那個爆炸 其實現在都很懷疑是有核爆成分 你在日本再也看不到一個鏡頭 那我們大家就是 我跟我家裡的人 就剛好我先生 因為我就是他 他自己看一下 然後就是跟我們兩個兒子 那我大兒子是學物理的 然後我們就商討說 這是不是很可怕 因為網上有很多的消息 我就覺得說 到底是政府說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因為事實上311之後 就拍政府說的事情 大魂都不是真的 312的 因為已經開始知道說 那個電就是全黑世界 水沒有 沒辦法關進去 那你大海水 沒辦法關進去 四五個小時 就開始會如心溶毀 這是一般的常識 可是政府跟你說 日本政府跟你說不會 那電視已經24小時 都一直在對著 福島和一場 然後索爾在311下午3點 看到鏡頭上 全都爆出來 可是政府 那網上就開始說 已經開始輕爆 可是政府居然還說 你說說這樣的話是在放謠 是謠言 是那種 就是有問題的 好像說你這樣講的話 你還要負那個責任喔 等等 然後一直過兩個鐘頭 然後下午5點 就是官行長官才出來說 然後到晚上呢 就是5個鐘頭以後 監獄人才出來承認說 這是輕爆 所以政府就是他會告訴你 其實那都應該在對第一時間 要告訴你 那政府告訴你的都是 就是很玩 好幾步 或是過了很久 你才會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會覺得很不安 那其實政府不告訴你真相 是讓你真正會很不安 所以我就 就跟我先生 跟我們小孩 我就分頭在網上 一直去看 很多國內外的資訊 那我就判斷 到314 那天看到那個輕爆 還有黑夜 我們居然很恐怖 然後那時候電視上 也就是說再過的不久 就是東京就開始 那個福射總會到東京來 然後東京果然是在315的時候 它的福射層 就是平時的十幾倍 甚至到數十倍 就幾倍到數十倍的地方都有 那我們就覺得非常可怕 而且就是說 大家都開始在搶購東西 而且電視已經報到說 已經在報到說 你如果要出門的話 你一定要就是 就是要全部都要包 那時候3月日本還很冷 我們就全部要包起來 然後手套啊 那個圍巾啊 要戴口罩 要戴帽子 然後進來以後 要把所有東西都丟到洗衣機裡面 全部洗一次 然後家裡有門窗 有縫隙的地方都要封起來 然後因為那樣的話 你就只能用微波爐 不可以用瓦斯去燒東西吃 然後大家都開始去搶購 那日本人真的很鎮靜 我去搶購東西的時候 他們來就投他一瓶 身上最後一瓶水 我們手伸進去 他還說鬥肘 就是親民啦 他們就是真的是 他們就是每個人臉上是沒有表情 非常非常恐怕 就是覺得這不像是人的生活 那我們就決定要就是要跑 所以我們就是 在3.1.5的時候 先讓小孩 先搭 先搭的心幹線他們去 然後我跟我先生 我們就再帶一些戲軟 家裡的東西 然後就是 小孩子沒有帶走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就是在3.1.5的業績 主要是因為我還一直在幫台灣寫高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可怕 台灣的記者都不寫那時候的事情 那我就幫幾個雜誌寫 所以我就不能走 那我先生跟我說 那天3.1.5的業績 他只能等我到11點 可是後來我們要走的時候 還發生地震 就是要去往關西的那個路還停掉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 非常整個是還蠻恐怖 很緊急的一個狀態 那結果就是我們就跑到大本去躲了這八九天 那可是後來 我先生因為他要比賽 他是圍棋人 職業騎士 他只好回到東 我們還是只好回去 讓小孩子就在大本去一點 可是就是說 我是那時候才開始 就想說 我們在東基的家是離福島合一 是250公里 剛才那個就是流到的時候 在講說他家裡81公里 我心裡想這算什麼了 因為事實上這根本就沒有用的 因為你知道事實上在現在也是一樣 我們說離福島合一200公里的千葉 有一個叫劉山師還有一個叫博士 他們都是高級住宅區 可是他們的污染程度並沒有蘇避難區 所以那是風向跟地形跟很多關係 其實只有那樣是不夠跑的 那所以我就想說我從250公里以外的東京 我就跑到東京500公里外的大樓 是跑了750公里 那我那時候也有決定 大家不可能回去 我們家一看我們就是破車子 可以賣多少錢 然後把一些錢就真的是覺得有可能回去 後來看到就說水灌溃去了 那你知道就是說 阿山何在啊 我們才回東京 那我們跑掉這幾天其實是很古的 因為後來大家有一點點印象 有一個叫明治奶粉 不是韓澀嗎 那明治奶粉是韓澀 明治奶粉它在哪裡生產的呢 它在離福島合一也是250合一潮 也是200國公里外的 其餘有一個叫春日月色 那就是蠟蝶春日故事 那是蠟蝶小新的故鄉 就是在那邊 它只是那幾天生產的時候 開窗一下都會韓澀 它是每公斤兩二三grup 算是比較少 對小孩子的影響 它可能是三倍或十倍 所以它就是那種幾十萬萬全部銷毀 所以你看有多可怕 所以我們這幾天不在 是掃吸了非常多的輻射層 所以現在還能在這邊說話 我覺得就說 我們要很多的朋友 他們其實大家都跑掉 所以我的小兒子 他從剛考上大學 他還在關基地區 召開了三次同學會 你知道很多人在東京上 剛才他們沒有跑 不是讓自己的妻兒跑掉 那這種人 我們也都不敢說 我今天也去起家說 他身體不舒服 他只卻不舒服 我每天在那邊看那個河災 每天盯著電視 看他今天也沒有可能更恐怖 到時候東京可能連跑都跑不掉 那的確 後來兼職人 就是去年有到台灣來的 當時的日本首相 叫兼職人 他也說 有一瞬間 有幾天 他們就判斷說 可能要跑的半分是250公里 那樣的話 東京是三千萬人 那要三千萬人的話 日本也是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那就會形成一個大恐慌的狀態 所以他在東京 就福島核一發生之後 就在五月之後 他們就把那個 離東京最近的一個核電廠 那那個時候是 就是一個叫兵岡 被認為是很危險 在清當縣 那他是離東京最近說起來是多近了 一百八十公里 所以你看台灣就是 離總統府是二十公里 我有時候覺得馬英九年 很有感啊 他的地方是離 那個湖土福一 台灣的核一 二三十公里 那最可怕的是說 我現在在想說 我跑到那個區 才想說我有地方跑 誰要是在台灣的話 台灣怎麼跑呢 台灣根本沒地方跑 我才會覺得 就是核電是很恐怖的事情 那我現在來說一點 跟清大的原因 清大 我想說這邊有 就是有黃教授也在喔 清大是怎樣 清大是先有原子爐 以後十年才有清大的 就是說也 我也有一本叫 台灣必須備有十個理由 有去研究台灣就是 就是搞核電的這個歷史 十歲剛才裡面 提到的一些情況 我也就是在那裡面 還有劉教授提到 就是一九七零年代 美國在說核電廠 會發生事件的概率喔 就那本書裡面 也寫了很多這個歷史喔 那就是說清大是這樣 那我先生他因為很愛下圍棋 那他們家比較沒錢 所以他是到十四歲 快要不能出國的時候 才出去了 然後在 所以他是被稱為說 是圍棋生童 那時候這小孩子 會下圍棋 就叫神童 我看實在是不怎麼樣的人 那他就是 他就是跟 沈棋生他很喜歡他 那他就帶他去看那個 清大原子炉 所以他小學了四年前 還是五年前的時候 他就去看 就趴在那邊看過了 那他就 所以他就對原子炉有點興趣 那他到日本去以後 他就讀了滿多關於核電的書喔 那他覺得就說 核電實在不是人搞的東西喔 就說一定是晚不起來 所以日本其實在福島核災發生以後 以前就是 車若比發生之後 1980年 車若比發生之後 車若比發生之後 他就已經 就是有一書櫃 書店裡面 就很多關於核電的書 可以讀 那他就覺得那不是人搞 可是我們都覺得說 要是發生核災的話 專家總會幫你處理吧 會幫你做一些事情 那我想就是 就是劉教律在於知道 其實核工針他懂得實在是太有氣了 他可能會懂一點核分裂 他不懂機器工程 他也不懂天然災害 也不懂營造工程 也不懂地震 全部天然災害 完全是不懂的 然後發生核災之後 他們也更是不知道怎麼處理 而且因為核電其實 他們在說 核電是多偉大的高科技喔 裡面出現好多 好多句說 核電是多偉大多偉大 其實是錯的 核電是一個 非常非常原始的一個 那種技術喔 就跟我們家裡 用那個 用那個 就是水壺 燒水 然後發生蒸氣 去讓它 生熱 讓它發電是一樣的 可是只是因為 核電他用的 那個燃料 就是用燃料 它是 就是說 它是一個劇毒 因為它用的燃料是劇毒的 所以 他們就說 我們的顏值不是多偉大 是我們從鋼包住的喔 它就是因為它 輻射會放出來 會傷害人 所以它 它才 就是用那個 就是要需要 很多層很多層 然後就微肚體 那種 把它包住 讓它不會外寫而已 它原始 非常原始的一個技術 而且它長迷 就是 因為核電這種 技術東西 它是一直都跟核武 是有掛鉤的喔 剛才以前你有解釋了 台灣的原先的 那個發展核電歷史 也跟武器 所以它跟軍事跟政治 掛鉤很多 掛鉤很多原因的結果 就怎樣 是核電就是說 全世界最老的一種科學技術 他們60年來都沒有進步 都一直是一樣 所以他們有沒有 就說對於像核會要的處理 然後對於核災 他們根本認為 就像他們早點 他們一直迷信 核災是不會發生的 可是你看 事實上就是說 在那個 地震這麼多的地方 就是太平洋 沿岸地區 然後還有包括俄國的那個 村落比 就說已經爆掉 就是60在地震 就是東亞地帶 亞洲 還有就是大膽 連蘇合那個路塊 這樣這一帶 看你這樣 這邊這一帶 就是已經爆了六個爐了 就是說已經壞了 已經有六個爐 壞掉了 所以就是說 六十八個爐裡面 已經有六個爐 那這個概率哪裡是什麼 就是說 他們還說這是千萬分之一 他們用一大堆概率去乘 那這個一千分 又乘那個一萬分等等 就是說說來說去 好像是都不會 不可能會發生 或是他有好幾組的發電 就是那種 即時期費用電力 可是你到那個時候 你就發現就是說 所有的 只是一個 美麗同樣的原因 同樣的地震 或是同樣的海嘯 他就會讓所有的 你的所有的 備用的系統 全部都快掉 1.1都沒有 那最主要的是就是說 浮短口塞 讓大家知道 就是發現兩個事實 就是兩個 學了兩個最大的教訓 第一個教訓就是 那個專家 是根本不 不可 不可靠 那就是說所謂他們的專家學者 尤其是關於核電 都是騙人的 那最大的一個經驗就是 我們在電視 就看到很多 那個爆炸 那大家就說 你去看所有人 就說稍微有點嘗試的人 就知道那是輕爆 是如心龍鬼 可是他們都不承認 那種也不承認 那些東大教授也都不承認 他們常年都被那個 就是那個核電錢 就是養的都很 養尊主優 然後也都大作任 也都沒有什麼氣勢 然後就只曉得 當核電打什麼 所以東大教授在NHQ上說 這是因為原子爐裡面 有那個反應爐旁邊 有一個叫爆炸彈 所以我是故意讓它爆炸的 所以原子爐哪有爆炸彈 所以就是說 就是它簡直是天大的爆炸彈 那還沒關係 很像日本當時 他們現在改的一個叫 就是核能管治會 以前他們是也有跟我們一樣 也叫原子爐委員會 就日本的原子爐委員會 就很像我們現在的 叫蔡春宏這個人 那這個人 蔡春宏本身也是七大教 和公教授 那這個 日本的這個原子爐委員會 叫班戌春樹 春樹是跟那個 這蔡春樹不一樣 這蔡春樹不一樣 班戌春樹這個人 他偶然也是東大教授 所以是日本管閣能的大頭子 那你知道3月12號下午3點爆炸 他那一月早上還帶著 他說不可能農毀 全世界都說農毀 他說不可能農毀 這怎麼可能 這樣子就如心農毀了 他不可能 然後他還帶著監獄人 首相監獄人搭著直升機 到福島回 他只差兩三十個小時 他就被爆掉了 所以你說他們今天很不專家懂什麼 那我們為什麼要從東京跑掉呢 就是你看著 好你現在如心農毀 要怪水進去 就是要怪水進去 讓如心稍微冷卻 那怎麼樣怪嗎 你知道看到他們所有做的事情 都不如我們家庭主婦 他拿了一桶 直升機帶了一桶水 那全日本人都在鏡頭上 他還要把這種水澆到裡面去 他怎麼澆都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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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澆 然後就這樣叫他就不可能 後來他就開了鎮暴 就是開那個鎮暴車 就灌水了鎮暴車 可以看到鎮暴車是打人的嗎 以前就是在灌人 就是滾蛋 所以鎮暴車也都打不到 灌不進去 後來就開了余霄消防車 所以全日本所有的雲霄消防車 全部都集中到那個 就是開到湖島 所以整個高速公路上 你看到全部的車都開到 這是很可笑的 就是都是很原始的方法 然後像那年的是 就是說2011年的4月 他們有一股水喔 就是超標一百萬倍的水 一直跑到 就是一直灌到 流到 熱到海裡面去 那就是全世界都看到 所以日本政府很沒面子 要去把它 東地也要去把它塞起來 結果他們怎麼去塞呢 他小孩媽媽也說不一樣啊 他就先拿舊報紙去塞 他就很有像 那種塞不住啊 後來他們小孩辦法 就是說叫做 高分子纖維去塞 那是什麼呢 就是尿片啊 就是跟衛生物一樣 用了去塞 結果也不行 後來搞了 這樣子也是搞了兩個禮拜 最後才用了一個 那個液化玻璃去 後來把它固化 這樣才稍微擋住 可是其實像那種東西都沒有用 都是假的 因為整個那個湖島河壹 它是龜野地下 它那些高污染的那個 胡塞水喔 都一直就是 都滲到海裡面去喔 所以你知道還抓到 就是在太平洋沿岸去年喔 還抓到一個 就是25萬倍克的 那個美工基 25萬倍克的魚 那你看有多可怕 那一次去年喔 那他們被抓到這個魚 所以冬天來說 啊那我們就做一些欄炸 讓那些魚不要跑出去 已經兩年了 那些魚都必須要跑那裡去 所以我也一直在提醒台灣人 不要隨便去吃太平洋沿岸的魚喔 你只要中標一次就好了啦 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像這種事情就是說 日本政府派盡量不要掩蓋 因為他還要去吃 他還想要辦奧運 然後他還要想就是說 他還要超過中國 要變日 就是要變那個 還要想要回到 其實日本第一那種時代喔 所以就是說他很多的真相 不斷的掩蓋 那所以我們就說 經過那個福島合一喔 就是連蠕頭主婦 他們完全已經不相信 就是所謂的這些專家說的事情 因為他們拿了核電的錢喔 就像我們台灣也是啊 就是 你會看到那個清大 就是發生福島國災的時候 清大爾三個教授 有一位百姓教授等等 他就說啊 那個什麼 是那個 是那個啊 福島國災是上帝做的很好的 最好的實驗 那很期待樂禍的問題喔 好你就算是好啦 你就算是實驗 你總是台灣要記取一些教訓嗎 結果台灣是沒有 台灣是全世界最應該 從福島記取教訓 可是台灣完全沒有 為什麼呢 就是說 為什麼說這樣說 我為什麼會去走路這條 就是說 就是開始去走 在台灣去主張費用這個事情喔 就是我 我發現台灣沒有地方跑嘛 台灣為什麼沒地方跑 你知道福島合一 第一喔 他的三十公里圈 就是說最基本 像他們逃難 低難政府還貼補了十六萬人 每天八千日圓 就是說那個是 三十公里圈裡面 是四四萬人口 那可是台北的三個 和電廠合一 三十公里圈多少人呢 這六百五十萬人 你怎麼跑啊 你怎麼跑哪裡 文通 很多朋友都說跳海吧 就是說你跳海 然後你就算是 那時候要去 全部要往中南部跑 中南部怎麼跑 你路上下一個 就是說你那高速公路 或是所有路 全部下去塞起來 你怎麼跑去呢 而且台灣如果發生核災的話 就是說你現在我們在說福島 福島 福島不是什麼意思呢 福島已經變成核災的代名詞 福西嗎 是核災的代名詞 那台灣都是發生核災 他們不會說這是西北核災 不會說這是屏東核災 他們會說這是台灣核災 台灣就會變成核災的代名詞 那我現在自己就是說 在四月全部我全力去哪裡 都很高興說 台灣我是台灣人 我很高興 可是你要是台灣發生核災 你到哪裡都不敢說 你是台灣人了 你的結婚 你的小孩子受教育 就算你有能力 跑到國外去結婚受教育 全部每一個都有問題的人 沒有人敢跟你結婚的 非常非常豐富 而且不要說生存本身 因為核災是污染的土地 那個水還有空氣還有人 那這個東西是永遠 就是幾百年幾萬年 都已經完全恢復不了了 那剛才劉教授也有提到 福島核災就是一個發生核災 到底它損失是多少呢 那311我們都知道 它是叫東日本大震災 就大地震 那我在電視上看到海嘯 整個海岸都捲掉了 就是整個漁村漁港都捲光了 捲光了以後 可是它那個重建很快 然後大家都一起經濟損失 大概日圓是25兆到60兆 可是核災呢 核災就是說 當然有很多人做很多評估 可是他們事實上都沒有人 給除卷和烏嵐這一塊來算 那除卷和烏嵐是要怎樣 你知道現在整個 就是說他們整個福島核一 放出多少濾色物質呢 這東天自己承認的 就是190顆廣島原子彈分量的濾色物質 那可是就是說像那個 有一個叫小粗玉章 就京都大學的學者 叫小粗玉章 他就說 他說至少是兩倍 那國際上就有很多人 幾乎是兩倍散感 就是說是散感 可能是甚至比車陸還要高很多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就說都 就說覺得 事實上它是放出非常多 那放出的不是只有九成 都是在山裡 那你知道怎麼樣除卷物質 像看到好像又有那麼高壓水 把它沖一沖就完了 其實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這是掉到水泥 掉到柏油泥 你還用水沖 沖了也是到水溝 然後也是不到 就說沒地方 那如果是土壤或是山林的話 樹皮要把它拔掉 就整個山林要把它變突山 然後土壤 你知道那五支土是什麼 一百年才一 就說才十公分的東西 才一公分吧 就說才一公分的東西 就是那種東西 你要把它全都把它砍掉 就是削掉五公分 削掉十公分 那問題是說你削掉以後 那又怎麼樣呢 那些土沒有地方 就削掉那些汙染 都是高汙染 沒地方放 他們現在就是說 日本就是也 東京大學的教授 叫俄裕隆院 他評估 只是要把這些汙染 除掉 就是熱骨色的汙染 一百九十顆 就算按東電說的好了 就是東電都少說 他們最近才說 他們放到海裡面的 那個汙染少報一個零 就是那個貝克 他們就是什麼東西都是差 像我們去買東西 人家給你便宜一層兩層 你就高興打給你打給你 可是他們一向都差一個零 差兩個零 差三個零 那像東大有一個教授 他就評估說 你要除去這個輻射汙染 他用多少錢呢 要用八十八百兆日圓 八百兆日圓是多少呢 這八百兆日圓是多少呢 就是快那個 現在是兩百多兆台幣 對不對 兩百多兆台幣 然後日本的國家年度 預算是八十兆 就要十個年度 那個整個國家不要保 教育不要保 一直什麼都不要保 你才能夠除去那個輻射汙染 可是問題是 你除去那個輻射汙染 那個廢土 那些輻射汙土 汙水沒天堂放 所以那個民主都說 不要拜託不要除了 你除了你就 那水沖一沖沖到那個 又沖到海 所以像現在所謂的 地中海很髒 就是當年輻射肉皮的汙水 一直流進去 地中海也是全世界十大 輻射汙染嚴重的地方 那日本就是整個河川也都是汙染嚴重 所以整個關東地區跟東北地區的湘雨 那些全部不能吃 穿河雨都全部不能吃 然後海洋太平洋沿岸 從那個東北 就是東北最上面 甚至到青森北海道 都看到還有汙染 然後一直到夏月的千葉 或是金剛等等 都有汙染 所以你說這根本就是一個 就是說你整個地區都已經完 就是完蛋了 然後土壤的汙染被嚴重 你知道它那個汙染就是 你知道所謂的那個 我好像在做就是 老師幾位老師都是前輩 你知道 每個土壤 就算如 我們現在只要氣 大家都說你都不用那個 POPPOIN了 我覺得POPPOIN 聽了我講太快聲音 是一定跟不上聲音 要你說的事情 才是太多 給我十個鐘頭 我都說不完的事情 因為實際上太多 大家只要記住幾個很簡單的數字 就每 就是每一公斤在核鏈場裡面 每公斤如果超過100倍克 就叫低階核廢料 那如果是每平方公尺 超過4000公 4000倍克的話 那就叫做輻射管理地區 就像醫院裡面的X光式 那看你X4000倍克 那就X光式 台灣也是一樣 在HB的全世界都差不多 同樣基準 4000倍克就是X光管理式 那4000倍克的話 就是說你進去 你不可以在裡面喝水 你不可以說話 然後你出來 就是像剛剛講 他進去考電腦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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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那個衣服 然後要做那個 那個whole body counter 就是說他是 就是那個 就是全身的輻射器 他不是為了要保護你 而是不要讓你 把身上的輻射物質 拿出來出來 他穿的防護衣 是把它丟在裡面 不能從輻射污染地區 把輻射物質帶到 沒有污染的地區去 是為了這樣 那你如果進去 那輻射4000倍克 那X光絲 譬如說這樣 一月X光絲 那輻射管理地區的話 你進去裡面不可以喝水 然後不可以 就是 不然 不然小孩子不可以進去 然後 就是說進去如果有一點傷 你要是手上這邊那一點傷 你要趕快去用熱水沖了 出去還是會 還是有 那就還是不行 就還要用藥水洗到你的手 脫皮也才能出去 你不能把這個輻射子 弄到外面去 可是 日本山後怎麼樣呢 像福島到現在也是一樣 甚至東京還有很多地區 都是幾萬倍克的 福島整個地區 就是說也有60萬倍克的地方 或是那個 你 他現在就是說 大米避難是30公里 還有就是一個半晚村 是就是說 40公里左右的地方 因為他的污染特別嚴重 所以這個地區 這幾個地區 30公里去的是14萬人 那你的那個地區 大概16萬人 是有貼服你去避難的 那其他其實像福島縣任務所在的福島市 或是福島縣人口 現在最多一個叫峻山市 它是一個工業城 那那個兩個地區 雖然移了60公里 跟80公里 剛才大家說80公里 都是古蘭最嚴重的 就很嚴重 那些都是幾萬倍克 就那種東西 所以大家知道 一個東邁大師 叫東京巨 那我其實也是剛才訪問過他 他還是說 就說福島 他從災後就一直主張 福島應該要全部放空 就福島完全不能住人 那麼烏蘭土地 你叫他在那邊住 在那邊抓魚 抓的魚都超標 上去這兩天 又有超標的消息 可是你看他還是有超標到25萬倍克 超過100倍克的低階 會掉我們就要把他放 就要把他也很嚴重的收好 就是收到那個黃色桶子裡面 可是東西都是那麼多 那麼嚴重的污染地方 還讓大家去生產 而且小孩子還繼續生活在裡面 這是多慘慘的事情 所以全世界都說 日本政府在做殺人的事情 而且在災前 或是包括台灣 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有耳電的國家 就是在記憶的數字 就是每年一毫熄火 那熄火是對人體的影響 貝克是輻射物質的那個就是數量 對人體的影響就是一毫熄火 每年一毫熄火 那日本災情也是一毫熄火 有核電國家都接受 國際原子能種族的權告 就是大家都是一毫熄火 那一毫熄火 可是他們災後就把它 就是提高到二十毫熄火 一下變二十倍 而且大的小孩都一樣 可是在那之前多少年 日本的核電工都沒有被騰到二十毫熄火的 所以他就像五年小孩子都要接受 給核電工更可怕的一個基礎 而且日本是在那個就是 他們有一個核電工 他就是二九歲的核電工 他因為八年裡面被捕五十毫熄火 他因為有得了去白血就死掉了 所以他那個他是被認定為勞災的 就五年被捕五十毫熄 可是他突然把一年變成二十毫熄火 連小孩子都要變了 那日本不是很難小孩的國家嗎 他們不是這麼熟火的國家嗎 我剛到日本的時候真的是 深夜五人紅綠燈 就說綠 大家也還在那邊等那個燈號變 一定要綠燈才會過去 深夜也沒有人闖紅燈 沒人看到有人闖紅燈 東西化那邊也很少人去拿 這麼熟火的一個國家 然後又很疼愛小孩的一個國家 他們突然就因為核電這件事情 他們就突然變成非常非常不熟火的一個國家 讓小孩生活在比那個X光寺裡面 輻射管理區裡面還要暗髒多少倍的地方 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再之後2011年 一直到2012年的4月 他們把食品的那個容許劑量 就放寬為五百貝克 那你知道剛才我們提到囉 一百貝克的話是那個就是核廢料 所以我們有一點多都吃比核廢料還髒的東西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們也是每天都喝化全水 因為突然有人他每天都會公布 都幾度會檢查 他檢查那個自然水 說他有癌色 所以他過了幾天 他說好像上個禮拜有人在往上添 好像前幾天 上個禮拜的水好像是突然色的量增加很多 到那時候聽到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就在家裡就摘後倒下 那日本的那個礦點水 摘後倒下增加八倍上的消瘦量 所以大家是很怕 今天還是要買關係 或是九州地區的食物機器 所以我當然過了幾天 可是一點都沒有辦法 因為像我們兩個都有工作 我們外食的時候也很多 然後我兩個小孩他們在大學 附近大學都是用最便宜的食材 尤其像企業家追跡又開始用輔導蜜了 所以就非常非常可怕 我們就覺得這個是其實是很沒有辦法 可是你怎麼辦呢 就是說我們還算是住在東京 像我小孩的時候他說 我們在東京用一天就是福島合一 福島人比我們還可憐 就是說你應該要忍受 你只好忍受核災以後的那個污染的問題 那就所以我們也是只好去忍受 可是事實上 就福島合一的真相 到現在大家其實都 我們大概知道一點點 因為就是說像那個福島 到底是放出多少 因為它海洋現在每天還有六七百噸的 高污染的輻射水下流下去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福島合一廠 它就是在一個那種就是 旁邊都是每天會有四五百噸的 那個地下水會湧進來的一個地盤 它根本是蓋在一個海綿墊上 那所有而且就是說 所有其實日本很多的核電廠 也跟台灣的核電廠一樣 台灣核電廠都蓋在斷層旁邊 而且都沒有超過八公里以上 其實國際上基本上 你都至少要離跟核電廠八公里以上 台灣全部都是 就是說北部三百噸電廠在防橋段身旁 然後防橋段是一百多公里長 然後藤村的也是就在旁邊 那所以很非常非常可怕 那我是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我們就覺得 這整個核災是很可怕 而且福島核災造現 那當時我們就覺得 我們有可能就是連東京人家都喪失了 所以我就開始去做一些採訪 那我第一個去的就是一個就是寫過 就是說把核電建在東京 那他說的是一個笑話 他說如果你覺得核電那麼安全 那你乾脆蓋在東京 為什麼全部要蓋在窮鄉屁啦 日本蓋核電廠最多的是兩個有層次的 就是福井跟福島兩個縣是蓋最多 福井還蓋十四個 因為那邊最窮 所以就很可憐 而且離東京很遠 那為什麼 如果你覺得核電廠的安全 你為什麼要蓋得離那麼遠 所以它是寫的一個 一本書叫把核電 蓋在東京 那在台灣根本不是笑話 台灣是現實 台灣是全世界唯一把核電廠 蓋在五百萬人口圈的地方 這是Nature已經有警告過一次了 這是唯一的 那三百萬人口圈是還有其他兩三個核電廠 可是唯一五百萬人口圈是只有台灣人 我們三十公里圈是六百五十萬人 那就非常非常可怕 那我是去問那個廣 那個人叫做家叫王賴龍 他非常非常有名 那我去問他 他說Ryuさん你台灣來的 他說我靠是你台灣是下一個最可能發生核災的地方 那我聽了才嚇一跳 我本來是沒有覺得這麼可怕 我是覺得很可怕 是覺得台灣每個地方逃 那我還不知道台灣的核電是這麼危險 然後他跟我說是下一個最可怕 然後他下一個就說你們那個核四 他就搖搖頭啊 就是這樣子 那我才開始去回頭看台灣自己的核電 那我才發現就是說 哇原來就是我們的核電 就是說沒啊 我們的核電廠是世界上最危險 包括華爾街運報請世界所有的很多的研究單位 把全世界在就是所有就是四百多個核電廠做了評估 那我連在新年中還沒使用的核四也都上榜 就在全世界四個最危險的核電廠裡面 我們四個核電廠都上榜 然後還沒關係 那Nature雜誌兩次就警告我們 我們的核電廠是全世界最危險 那可是原來會說那沒什麼嘛 Nature就是說你就是蓋在人口多的地方 他覺得好蓋人口多的地方一點都沒問題 問題是說還沒有逃生路啊 那那個還有另外 他其實Nature有兩次他是崩潰的 Nature還有兩次 還有一次是喔 他是做那個疑地震還有老朽程度來做評比 那那一次的話 我們是核一跟核二 全世界三個最危險的核電廠 一個是亞美尼亞 因為他就是用早期蘇聯的那種石墨式的 那個很老很老的路 他是老朽程度又是更嚴重的 然後還有兩個就是我們的核一跟核二 那所以全世界已經一再警告了 然後我才發現就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享受全世界最危險的核電 連我們那個就是用過燃料棒的儲存方式喔 就是也是全世界最危險的 因為我們有幾道程度喔 是那個就說是原始設計的四倍 全部都是啟成一團 那因為是十幾年前 潛安科他也造了一個好像還很疏鬆 還有地方可以放的那個白料 是剛才的影片喔 那其實他又訪問了那個歐亞武聖喔 那時候是民營黨之後的原輪會主委 他說台灣也沒有辦法比其他國家進步啊 那我覺得這句話是對的 問題是說台灣是比其他國家最落後的 這全世界最危險的燃料棒的儲存方式 那大家不曉得那個用過燃料棒 他當然說用那個水去冷卻 要保持低溫的水 然後水來放棚栓 然後不會讓他發生那個就是很反應喔 才不會連結 那為什麼那麼可怕呢 你知道用過燃料棒是沒有用過以前 來上前的那個一億倍毒 然後就是說是十萬年 他才會降到十六分之一他的毒性 所以他要百萬年才會有毒化 你看多可怕的一個東西 那那有多少呢 你知道嗎 大家有個小的就是說 我們一個就是普通的一個標索 一個標準爐 就是一百萬千瓦的一個爐喔 何時是因為那時候他們很貪大 買那個比較熊的就是比較大又貧的 所以一可是一百三十萬千瓦 普通的爐是一個一百萬千瓦的 然後就是標準爐 那一個標準爐大概一天是燒多少的燃料棒的東西出來嗎 一個你知道一個廣島原子彈 廣島原子彈它是只有八百克的釉燃料 一個廣島原子彈 那我們一個原子彈一天 實際上燒三顆到四顆 廣島原子彈 廢量的輻射物質出來 就犧牲那種一億倍廣島原子彈 那個量出來的輻射物質出來 那三十年來 我們台灣有六個爐 一天是燒二十顆新燒出來的喔 像我們今天 我為什麼要這麼交集 就是因為我們一天沒有廢爐 我們就已經燒二十 就是新燒二十顆廣島原子彈 分量的輻射物質出來 那三十年來 我們已經燒了二十三萬顆 廣島原子彈分量的輻射物質出來 那這些燒過的燃料棒 就燒過的燃料物質 就是所謂的用過燃料棒 就是所謂的高階核廢料 那它現在已經一萬六千素 我在第一次就是我們輔導 我在發熱的時候 就只有一萬五千素 一萬四千多 還不到一萬五千素 現在已經超過一萬六千素了 就說你一下子幾年 三年不會合 你一下子又多出這麼多 那這是相當於二十三萬顆 廣島原子彈分量 就在這個島上 我們就要交給下一代 所以就是說 有很多人跟安倍說 你不可以用很多媽媽去跟安倍說 或很多爸爸去跟安倍說 安倍就說 我的小孩的手那麼軟那麼小 我不可以吧 這樣子這麼劇毒的東西 這個用過燃料棒交到小孩的手裡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台灣現在已經有二十三萬顆的分 交給下一代 那還要假定台灣沒有發生核災 那很多人跟我說 說不會啦不會啦 我說天佑台灣 我說現在這一天沒有發生核災 就已經是天佑台灣 為什麼呢 台灣的核電廠 他們就說世界的皮膚都從老窮程度來說 後來我回頭開始來研究台灣的核電 以後我已經寫了五本書 待會再介紹一下就是我自己寫的書 那寫了就說 為什麼台灣的核電這麼可怕 他們不休靡又不休 不休息又不休靡 那我這樣說證明說沒有啊 我們也有大修啊 你知道像日本或是全世界核電 他們是怎樣的 你知道看車子不維修 也很容易拋保會出問題 台灣的核電廠是怎樣你知道 台灣核電廠早年他們也有稅修 可是後來經驗來越來越了 就是他們叫做大修 大修是怎樣 而且大修很危險 是那種燃料棒本來不能燒那麼久 他們是每一次大修的時候 就快四分之一左右的燃料棒 那燃料棒其實燒到那麼 就說你燒到後來也會出現很多 反而反應也會變得很可怕 其實本來也都不能那樣用 那本身就很大的危險 最主要是他們幾乎不休息 他們日本是12個月到13個月休息一次 叫睡修 修理的修 台灣叫大修 台灣是18個月才修一次 那日本修理的時候 他們是會把那個老朽的零件 換得跟西等差不多一樣 那他們是修 要修理多久 維修期間是45天到60天 那台電修多久 他們修24天 他們說他們自己吃比較好 你相信嗎 然後你看到剛才 老朽的核電廠他就輻射 將會吃豆子 就是核電光會吃豆子 他只進去幾分鐘 他叫出來 核電廠也應該要給他一天的供吃 就是說他就是只能進去幾分鐘 那高輻射的地方是很嚴重的 他的紫色被捕的程度很嚴重 那你相信台灣台電會花那麼多工錢 或那麼多去修理嗎 他們幾乎是不太修理 不修理的程度到怎麼樣呢 大家是不是記得 2012年的2月有一個叫 毛蒂核二的毛蒂螺酸事件 那核二毛蒂螺酸事件是怎樣呢 你知道毛蒂螺酸就是把原子爐 那反應爐鎖鎖在基座上的那些爐 就130幾顆那個螺酸 毛蒂螺酸層那邊 他居然已經斷了 那斷了的時候 他斷了他竟然不修 不修 又要重新重啟 是裡面工程師跑出來 他就告訴那個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的那個 董事長叫方姐 他就跟他內部的人出來 內部高阿密高 他說如果那個 其實蔡順孔就是原子人諸位 幫台電董經理當時是陳桂螺 董事長 他們都知道 可是他們都不修 他怕修了以後 大家都發現這很嚴重 這是全世界核電池上 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他們連那程度都不修 那個莫蒂螺酸 因為你知道他斷了 他停機的時候 他出現一個0.297的震動 就是劉教授都知道 這有多可怕 因為他螺酸停機的時候是會動 被震動很嚴重 可是他螺酸的話 他會是0.2G 0.29G其實是幾何技 他是已經加倍的動 所以裡面的工程師都嚇壞了 怎麼會動成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在開機的時候 他可能就被扭帶一樣跳掉 整個就跳掉 你說有多恐怖的事情 他不敢 他就是那個 就說他不修耶 他就是怕你說 你幾年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個老朽不能用 那核二老朽的話 核一不是更嚴重嗎 他就擔心說 那核三是不是也有問題嗎 就怕老朽這幾個老朽 這幾個老朽的電廠都變得不能用 他就嚇 他怕核地方的勢力會受損 所以就不敢 所以他就不敢 那我剛好有一個朋友 40歲節目 我回來給他打招 他是初婚啦 所以我才特別趕快 就剛好那天晚上 我剛抵達那個荒謬就跑來找我 他說我怎麼辦 這件事 他說你去跟馬英九說好了 因為馬英九我也認得 他說你剛說 我說你聽得懂嗎 而且他們到時候一定 又叫拆說好來 結果又騙了他一下 很好騙啊 所以就一下子 就一點用也沒有 這是從來實際的考慮啊 你說沒有真實考量問題 那我就覺得那不可能 我們說還是跟連夜之中 所以我們沒有連夜跑到一個週刊的那個早上 第二天清早跑到一個週刊社長的家裡去 可是因為我們只有工程師嘴巴來說 他說要是沒有 他們要把就是2月20要重啟 他們2月19全部都要辭職 然後要賣房子 叫你開台灣 那我們就覺得方姐說他也要去貼桃子賣房子 那所以你說 這是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後來我們就這件事情 我們就去報 剛剛是主流媒體也都不報 所以我們是靠網路 所以真的拿他多多幫忙 就所有的事情幫忙多多的轉貼 多多的一直說出去 這件事情就靠一直一直轉貼 到後來主流媒體也開始注意 後來我們也是在立法院 把那些人 就是把何二廠的人叫來 就是問這件事情 何二廠經理他還蠻愛看我蘋果的 我是大家知道我是寫很多兩性 那個關係有人叫我秦瑞琳王 就我寫很多他知道我有寫蘋果 居然不知道我有寫百合文章 所以這還是蠻就是很奇妙的事情 然後他看到我也很高興 可是我沒問他說 也沒有發生0.29機的事件 連問了四次以後他才承認 你看他們就是不承認 所以這是多麼嚴重 後來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被社會揭發立法院也開了聽證會 他們才趕快充滿把它換了六根 其實第七根 因為那個東西是跟儒應該要同樣受命的 你看五島合一就是壞掉 然後他也都沒有 也都沒有 就是那個螺栓也不可能壞掉 所以就是說那個是腐蝕的問題 還有就是你可能超過一種疲勞性的 或你連一眼都不知道 他就隨便趕快換掉 第七根因為附近管輕太多 是後來又偷偷換 那他七根 他六根換了一億 後來第七根換了八千萬 到第二點才透露 他都沒說 但是他們什麼事情都不說 所以像這種 這麼嚴重的事情都不說 然後他們後來就壞了 他就重啟了 就停了兩個月 我們算是把它阻止了 停了兩個月 算是實際上 就是說靠那個所有人間團體力量 去把他停了兩個月 讓他停了兩個月 好兩個月後他重啟的時候 他是當天從早上六點重啟 後來當天他宣布什麼 說那個同樣那個就是和二的一號機的旁邊 有一道那個儒心的側板 他才裂了三十公分 這一定是兩年前裂了三十公分 那兩年前裂三十公分的時候 是比七年前的十公分 又多了二十公分 所以現在其實可能都四十公分了 那你之後就說 德國有一個爐子裂了十幾公分 他們就廢爐了 就說他們才用二十三點的爐就廢掉了 那我們的二三十公分 在全世界這全部都是廢爐了 其實我們的毛定羅生代 我們所有的一件事情都會有 那很多人說 我跟花姐也常常在討論 他們說到底台灣哪一個爐子 最危險的 我們就說和二最危險 而且和二就是我們用過燃料棒 就是一半就是八千 就是差不多是八千數 都在和二廠裡面 而且我們那個廠就爆到 然後我們就非常非常急 那是不是和二廠要是爆的話 就說發生鬼簡化 裡面那個燃料池都不能管理 那燃料池有多可怕 就是說它又比那個本身錯定 就是說它引起的事故說不定 還比原子爐爆的本身還要嚴重 你知道福島合一 是有三個爐跟一個池 那因為它第四號的那個機組 因為當時是在稅修 所以它的那個時候燃料棒 都在它那個頂上的燃料池 像它把那個燃料棒夾走 燃料池裡面 那它有一千三百多數 是用過 它是一千三百多數 然後用過的燃料棒 那全世界歐美都非常緊 然後台灣沒有人在關注這事 那四號池的燃料棒其實是更恐怖的 因為他們評估要是那四號的燃料池 要是發生的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臨界滿意的話 那要是水斷啊 或是它傾斜 因為四號的建築物是遙遙欲墜 那它是傾斜 要是水沒辦法的缺化 它那一千三百多數用過燃料棒 它另外兩百多數是沒有用過 那就不要不是那麼危險 沒有用過就不要不是那麼危險 那用過燃料棒 它要是發生何在的話 它會那個就是會造成 就是說是十三萬八千人的死亡 然後整個北半島都會在那個 就是籠罩在輻射層裡面 所以每次福島地區 或是東北地區有地震 全世界歐美媒體最先爆的 就是四號池有沒有問題 所以日本覺得很丟臉 現在開始一個一個夾 那它夾的燃料棒 大概要夾兩年才會夾得出來 它還是就是 就是每十秒一動一公分 就是燃料棒夾 因為一掉的話 掉掉就完蛋 你就全世界就完了 那我每次看到這種消息 我內心都在竊笑 就是好像剛才 有教師那個說 它八十公里 好像八十公里 就沒有問題 我也是說要竊笑一下 因為竊魚 我們的核二 兩個 上面是八千個 人家一千三百個 我們全世界都那麼緊張 我們是全世界最大的核蛋 就叫我們的核二 所以我覺得核二最危險 可是我最近又發現 不見得是核二啊 就核一可能更危險 因為核一喔 它是那個還有脆化的問題 就是說 那台這個 流到收視學 這些工程就知道 可是你知道 一個原子反應乳 它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它可能是 零下十幾度 零下十四度左右 就是剛開始使用 是把它弄在非常低溫的狀態 可是因為運轉了三十幾年 它就是長期一直被那個 周子線補照 那它就一直會變很高溫度 所以像那個日本九州懸海 有一個核電廠 它就一直都就是說 它的那個長 就是經常溫度是九十八度 它如果不是九十 它的所謂的 會淬裂的溫度是 它如果不是九十八度 它可能就會裂掉 你知道 它一直被燥 那如果就像一個玻璃杯 一個熱玻璃杯 突然澆了一杯冷水下去 它就會裂 那像台坦米克號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鋼 就是當年那種技術裂出來的鋼鐵 它開到冰山就裂掉了 這是熱的那個 當年它碰到那個人的會議 那我想現在不斷的在那個 就是一直那個 忽冷忽熱 不是跳雞嗎 就是一直跳雞 像就是最近這一 去年一年就跳雞三次 它就忽冷忽熱 它可能就是哪一天 它那個玻璃杯 你在那個熱玻璃杯 澆一個人的水 讓它出來就爆掉了 所以我覺得 合一可能也是最危險 可是那個日本的那個 就是災後最受尊敬的一個 就是近大人的工學 比較爽出一張 它說所謂的事故 就是發生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像我覺得 合一合的最危險 可能是因為它很接近台北 那資訊就很多 我們就知道很多它的危險性 可能最危險的是河山 你看上次那個全黑事故 就是發生在河山 最可能是發生河山 河山其實說的稍微是比較犀利一點 可是也是差不多老年 都是個三十年的東西 所以就是那種 就是說你不知道 核災會發生 就是事故會發生在哪裡 才叫做事故 那因為那個 這好迷糟 那那個 非常非常可怕 那像那個日本災 武打核災發生之前 他們就是覺得就是說 日本最危險的是 叫做冰缸的這個電廠 所以他們就把它的那個 耐震係數加到1基 就加到1基 可是最後他們就覺得 覺得所有人都去看一張地方 要趕快停 因為它是在預測的 東海大地震的 最接近這一樣的地方 所以就是把它加到1基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那個 耐震係數那裡 在劉教授就最清楚 我們耐震係數都只有 日本平均的一拜有幾合一 日本平均是0.67 然後就是我們的那個 合一是只有0.37 那921大地震以後 連普通的房子都0.337 結果現在我們的合一場 連普通的房子都不如 他還在說他們的雞 跟美國雞 日本雞不一樣 我說什麼是土雞 就說他們是台灣的土雞 你相信台灣土雞 那是國際基準 但是雞是一個中間加速度 是一個國際基準 他們雞還跟人家不一樣 我覺得只有更多 沒有更強的 那假設他們的雞 跟美國雞 日本雞是一樣厲害 其實是中間加速度的基 那那個就是說 像主導合一也都是超過 0.6 那我們的核2到核4 都只有0.4基而已 是非常非常弱 就是像日本的0.6基 它是在地震6基的時候 就有機會 就是基礎都會壞掉 你要真正的就是說 一個防震的物業 也只有反應 我不會其他旁邊的基礎 你知道核電是所謂的管線之鬼 它一個核電廠裡面 有幾十萬公尺的那個配管 所以它就是管線很多的 其他地方就會開始漏 然後像現在他們就是 台電不是在說那天很可笑的 斷斷處置問題喔 不要說他們那天都是指上做藥 所以有的說是從哪裡 有機會不吃 那像基礎說那邊的水管 那邊的那個水道 今年都是枯竭的 你拿油水 你倒手拿到水 他們是要用土砂去買啊這樣 而且就是說 事實上那些都是沒有用 就是他剛剛有教授也提過 因為台灣只會發生台灣核災 不會發生 不會再一次發生福島核災 不會有這樣子的 就是說不會有同樣的核災發生 也只是假定 而且福島核災 現在大家也都不知道是怎麼樣 他們說福島的 但是因為沒有灌水進去 可是事實上不是 冬天到今年的1月才承認 他們事實上是灌水了 可是因為大部分的水管都是裂的 所以他們灌的水也都沒進去 所以你說到時候 難道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而且你蓋了海嘯的牆 你的牆如果脫光剪掉 海嘯來的是先用牆把那個核電廠壓垮 或是山上 因為他那個那個深水池在身上 他可能一個地震或什麼是深水池的水線 把核電廠淹掉 就是說每一樣都有每一樣的那個 就是他的缺的可能 他有太多風險 他可能有一點防護重要 可是他也有太多風險 而且還不只這樣子 就是說核電廠就是說 他所謂就是要先灌 就是要灌水 那灌水因為裡面是一個高中 他必須要先排氣才能夠灌水 那你知道所謂的排氣灌水 排氣什麼 就是排氣先排出大 你不知道你排進去的 是不是會引起更大的爆炸 也不知道 那他的風險很大 所以你也不知道就是說 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爆炸 也不知道 所以根本不知道 他是會引起更大的爆炸 那可是在那之前 研究先要排出大量的輻射物資 那沒有也要跟附近的區域說 這可能是台灣之前都沒有說 還有就是剛才看到那裡 那時候才要再發點片 其實根本就來不及了 現在日本是已經決定 30公里圈裡面 都要先配備 永和電廠的附近 30公里圈上發揮 也是就是平常都要配備 他都會有生肖 這兩年或是一年更換一次 就是要配備點片 你根本到時候哪裡 那外面都是古色城 你還跑去你點片 那誰來發點片給你啊 根本都是很不實際的 就是說整個那個 全部都是一個紙上盤兵 那為什麼他們說要有斷主 這就是因為肯定要演示 這種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 他事實上根本沒有辦法 讓你逃生 就是30萬 他們沒有辦法解決 650萬人怎麼樣去逃生的 這個問題 所以整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補導災後 他們學了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跟他們說 你不要去相信你這人家 你明天看那邊是懸崖 跳壁專家跟你說 每次叫你跳下去 你一定不要跳下去 就說那明明就是 就是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行 後來所有家庭主要去打電話 去罵電視 所以那些專家一個 現在才災後 一個都沒有在電視上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民間自己的力量 是他媽的力量 那大家我身體有辦法把電話去 那就是說當然 這個民間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最大的將軍就是說 為什麼整個社會沒有那麼早的智慧 可以讓你把那個老朽的核電廠停掉呢 因為那一個已經用了40年的核電廠 幹嘛還要再用呢 對不對 不倒得意就是這樣 那台灣就是這樣子啊 台灣為什麼 我是覺得就是說 核氏帶來是太危險了 你知道核氏有多危險 這帶來很多民間台 在座也有很多前輩 都一再指出 當然你一查看吧 普通人都比較了解 那我先講一下 這後天的那個 他們就是說 所有的官政商 都把核電當提款 記載了弄 這工程本身 整個是一個弄你渣工程 它有30幾萬的接管 然後一直出包 那些問題都太多 還沒開始 就說還沒再試一次 就是在於現在的過程中 已經不斷發生過 各式這種配管 配電台的失火啊等等 都不要說啦 然後那些包商 其實就是說 像日本的有一個 就是蓋日本福島合一 第六號機組的 那個監督總 叫玉碧陽一 那是建廠的總監 他到那個台灣來 他把那個就是 就是台灣的核氏 他有進去看 那時候台電友 他有進去看 那他進去看的時候 他把那個就是核氏 他打三分 那他能打三分 那要以為 這是十分裡面的三分 這是一百分裡面的三分 他說應該是零分 可是凱片讓他進去看看 算是有公開 所以他給他三分 那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他去看那些 承包的工程的那些水準 那些公司業者 都是只有蓋於普通樓房的大樓的水準 完全沒有蓋到電廠 然後他們很像他們量的東西都不是用電子儀器啊 都是用那個那個死跟我們在打腰圍一樣 就是用那個死量的 然後所以都不准 都你看那個就是那個毛底螺栓 栓旁邊都還有塞一些碎片進去 毛底螺栓這種綠態都都栓不住的 你看多可怕 然後這都很沒關係 其實這個呢就是一個缺陷爐 當初就是因為太便宜賣的喔 他是一個叫做改良型的備水 備水爐 可是事實上他是改革的 因為他是比較大 因為你看他才有兩個爐 普通的一個爐一百嘛 那他兩個爐就可以兩百七 所以開店那時候就覺得很便宜 就買一個爐 那那個爐是只有日本的那個柏旗 買的時候只有一個日本的柏旗核電廠 柏旗義語核電廠 在西洁裡的核電廠 他六號機組跟七號機組是用這個 同樣跟我們不是一樣的 那他是有多些內容不足的 2017年新鮮發生地震的時候 就只有這兩個爐一爐 來發生火災 你看每次會發生天災的時候 核電廠會發生的核災都不一樣 那像柏旗他發生的是火災 根本是不同的 不可能一樣的 就像那個蘇姬說的 就說那個什麼 他不可能給你重演 就是不會再來一次 不會再 不會照樣再給你來一次的 那所以就是說 他那個就說佛旗之寬中 所以他們在佛旗 在2007年的地震之後 他們把他的耐震係數加到多少呢 加到1.2G 你知道 要用這樣的武藥武藥代價 然後其後 就是他們有一個叫美兵啊 就是還有兩個地方 也用這個 他們怎樣呢 一開始就把低積加倍大 所以就是說 耐震係數本來都是超過 那個我們核四的好幾倍 我們那個蘆怎麼可能用呢 因為它是一個叫那個 Internal pipe 就是冷卻的那個 就是胖虎是在蘆裡面 所以那個地方在行接的 接管的地方都是最弱的 所以就非常非常可怕 就全世界我們台灣用那個蘆 而且那個耐震係數只有 裡面的司機 全世界都可以知道 是一個最難的蘆 是最可憐用的蘆 你看就算一個玩具車有三十幾萬個街頭 你也不會隨便讓小孩子去玩啊 就算玩具車也是一樣 有多可怕 所以像剛才那個李敏 他好像在裡面講話 才有一點批判性 可是他後來根本就是很厚言無辭 就是說他什麼事情 就都說了說 他在電視上 在公司跟我對面的時候 他就說 欸李敏 他說合了誰有什麼關係 他就是 他就是那個 就是那種 就是分包多一點而已啊 就說這有什麼關係 那個台 高鐵不是也是這樣嗎 那好這次呢 有附合電人就起來說 他們就說 欸高鐵搭還不搭還很高興嗎 可是核電廠全世界 沒有一個核電廠 像這樣分包成這個德性 因為台天他本身也是不懂的東西 那可是在五單也不是表示 老酒核電廠就是可以用 老酒核電廠 我是覺得今天 我們站在這邊 我們還可以一起講話 這就是很幸運的事情 說明天就拿你就爆了 一點都不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覺得一切就 現在已經應該要很快停下 還有就是說 你一天不停 你一天就吸收出 二十顆防防原子彈 在這樣設置出來 那我覺得很生氣的 就是說 台電他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不休 你又不休息了 他拿我們這種老酒核電 在跟中國的核電 在運世界第一的運轉率 他們有一點安平到世界第二 你說這是什麼 這是拿台灣人的身家性命 在壓寶 然後他們自己在績效感情 你說怎麼可以有這種事呢 我覺得台電 我為什麼都不甘願 第一個 台灣根本不需要核電 當然裡面也有很多解釋 我們影片裡面有解釋 台灣就是在監控的時候 也都還剩兩三層的 那個發電設備 核電只佔一層 那李敏說 台灣的經濟發展要感謝核電 我說我應該要感謝死能水 不感謝火電 然後你用在核電花的錢 你只要不用一點也可以改善 那種火電的那個過濾的問題 而且台灣剩兩三層的 你今天廢合也都完全沒有問題 他每次就是包括很多 不管是藍的、綠的 他們開始都會陷入一個就是騙局 就是說他們說 那你馬王總說你給我替代的能源 拜託 就算是 他說這個問題本身是一個很蠢 我們在說 他是拿我們錢要幫我們做 是他叫我幫他想說要替代的能源嗎 我們想要可以他幫我們想替代的能源嗎 好那問題是 我們要替代的根本不需要替代的能源 核電這樣的發電設備 你去看機率部的統計 他只佔10.2% 只佔一層而已 那台電因為他把其他設備都凶死 批力用 也是就是說他佔實際發電量 只佔16.7%而已 就只有佔這樣的 日本是佔三層 法國是佔七層 那我為什麼不甘願呢 為什麼這麼不甘願 因為他只佔台灣一層耶 台灣根本就不需要 那為什麼台灣要承受 台灣人要承受這麼危險的一個核電 所以我覺得台灣 而且就是說 台電被台灣人做的都是 就是說 人類歷史上沒做過的 這種恐怖的事情 核電就是 荷蘭藥主的方式是四倍值 那也是全世界沒有的 然後就是他的那個 就是對那個老朽基礎的維持 或是核電核式的概法等等 都是對人 就是說你完全是沒有對這個土地的人 有一點點溫度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生氣 要是 我為什麼不甘願呢 要是台灣是跟那個 法國一樣 你佔七八層的話 我就算了嘛 你要你爆了 那就是台灣的地 才佔一層耶 是完全不需要的 我們既然就是發展 綠電是取代火電 並不是取代核電 核電 核電根本是不需要取代 我們不要羨慕他們這種騙局 那這是很重要 還有一個就是 台灣 他對台灣人做的還有一個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說 他亂傷和廢掉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還提到 我現在就是 從就開始 就是 摘後 日本人就是都會買 那個俗基那邊也有一個場景 很多的 這是叫家庭檢疫的測定器 測量輻射 那摘後大家都需要 那像我自己 就是說 我自己剛才提到 剛才提到八十公平 那我們在泰國 自己在東京有一個家 然後我再離開 那一八十公平 有一個納虛公園 就在玉光旁邊 他叫國立玉光納虛公園 我們就在那個國立公園 就是旁邊就是那樣子 就離天皇的別墅很近 我沒有一個別墅 那他就說 摘後就說他就是因為 看著現在還是東京的死 所以我們沒辦法回去 他一八十公平 所以一八十公平就新竹 你不要有一個人可以回救 摘後只能回去一兩集市而已 就把倒掉了那個提價值證 那我在那邊有兩個很大房子 很漂亮 我們有五棵櫻花 然後有楓葉什麼樣很漂亮 然後我有十萬冊書 跟了兩千多件 我們淘氣壽子人 都在那邊 我們都沒辦法回去 而且兩個很大 我們有朋友來 可以招待他住旁邊的房子 那很大 可是就沒有用 就價值就是歸零啊 那你要想說 在台灣發生 難道不是一樣嗎 就是你八十公也沒用 兩百公里外 那個博士那個市長 就宣布要全市都要除去 無塞污染 都要把污染除掉 或者當地的小孩 實在有脾氣也是一樣啊 跟主導的小孩一樣啊 所以就說你說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事情 那摘後我們就是 因為大家就是對你身遭 你都非常擔心 所以真的我們是摘後才開發的 然後就一百一千多台幣喔 那我們到處測 那所以很多人到台 就在地有人也是拿到台灣來測 或是台灣有人去哪來測 大家先發現為什麼那個 就是蘇漢機場比以前機場還高 然後我自己也測 然後剛才在那個對面的 那個摩斯海保也測 然後到處測 你知道這都比我們東京的 現在摘後東京的家 都是高二三倍的三喔 這個1.17 就是大五兩家1.19 可是我去年測也都還只有1.12 就整個台北越來越髒 就是我們自己的感覺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就是一年多錢喔 就是我也知道 就是有去拜託 就說朋友多測一點喔 就是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說 就是我送完非常多這個東西喔 就是自己保險 零用錢拿出來 就賣了很多的 送了朋友 然後就是 我覺得最棒的是瑞珠 瑞珠真的是超級行動力很夠 他們就是 就完了跟那個蘇姬喔 他們就是把所有台灣很多地方的人 也都發動起來 大概起來測 就非常非常非常高 而且都是生活環境 像現在去測小孩子的生活環境 也都是超標 就是那種 什麼喔 他們說三倍其實是五倍 因為0.3是五倍以上 就非常非常高 那財店一直跟你說是延時低震 你那種台灣不是 台灣是衝擊平原地級 在這個 最高也是只能有0.04的人 就是 原來會自己公布 原來會公布說 他到處都是0.04到0.06 可是我們在那裡 測都0.19 0.20 0.3 還有0.4的 非常的可怕 清大自己還有三點幾的喔 所以你看 清大他們自己根本不怕 他們是非常藐視 毒涉傷害的喔 他們是 活下來的人 可能體質上自己 稍微不怕 是清大自己也死很多人喔 都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我想說這個 有效的時候 給我清楚 這個不用細說 那是污染很嚴重 那你知道為什麼 污染會這麼嚴重呢 就說我覺得就是 台電不然燒 火肥啊 他們現在有人會賴保 我寫了以後 他們把一些都刪掉了 因為他們還以自己 是台灣之光 他們說自己一定轉移 拼到台灣 全世界第二邊 中共 我們那老酒和店 就讓他們不休息 不要一直傳了這東西 再拼全世界一條 他們還有一個台灣之光 就是他們把火肥料 一百一桶燒成一桶 再來是全世界燒的比例最高的 那根本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你知道日本災後 311那一年 2011年那一年 基督他七月 他每年八月十六號 在那個山上 都會燒一個大蚊子 一個大字 那那個叫做送火 就是為那個 就是要安補死去的森林的火 那就是說就會燒那個火 那那一年 不是311番有災嗎 所以他們就說 那個地震嗎 他們就說 要把災區的木頭 拿來這邊燒去 還有土災民的 就死去的人 那個靈魂 所以就要燒 可是那個從四月到八月 就一直炒基督 每天一直炒 就不讓他燒 他就說那邊送來的那個木材 送木 會有含有五色物質 因為燃燒是最容易擴散五色物質的 那你知道他們是燒的是 就是說不准怕燒 後來炒到最後就沒燒了 後來就又送到成田的 就是成田附近有一個廟 他會燒 附近的人又肯定又沒燒 結果後來不知道在哪個小廟 就偷偷燒掉了 就這樣子 那只是幾根木頭 可是台灣是把一百桶 低階很 中低階很廢 燒成一桶 然後還說自己燒的是 全世界燒最厲害的 你說這是不是就散掉了 而且像現在他核四 也搞了一個153公尺的煙囱 他就把它擴散到別的地方 那你知道日本對於那個 就是燃燒火焰 它是有規定的 就是說你要是 射一三四是二十公克 或是射一三七是三十公克 三十貝殼 對不起 三十二十貝殼 只要有一種十二百 就另外一種就不可以有的 是就是說合計 就都不能超過 那誰就 你譬如說你射已經 一三四是二十貝殼 的話其實他就不准 那就不能燒了 可是就是說台灣不是 我聽說是三百貝殼 他們也在燒 其實全部都是違法 他說他們是依法標準的 沒有我問他法定標準 他他們也有用濾網 因為你用濾網 即使日本有重心 你只是有用濾網 你那種生物質 也是六成都散在空氣裡面 而且老朽和戀長 他細鳳非常多 他修靈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只要一修靈或怎樣 他是細鳳很多 他平時也都會放出很多的色物質 然後這些是怎樣 然後台灣 我覺得整個地區已經 就說他現在隱災後的東西 甚至關東地區都還高 我在日本吃東西都還很 就關東地區盡量不要吃 可是我就覺得說 回到台灣可以愛心吃 就發現台灣的地 整個地方污染的冥東 比那個關東地區還嚴重 那你說這怎麼辦呢 所以一定要加上不能 一定要去接觸他 不能亂燒核廢料 然後我說他還有報告 他燃燒鹼是幾倍克 燃燒肉幾倍 他到底放出了多少 在整個空氣裡面 因為台灣就是台電 就是對於那個 就是說大家做的都是 就是都是對人類 事實上你做的事情 他們在對台灣人來做這件事情 那像剛才那個 河山的廠長叫陳吳燦 他現在是台電的 核能副總理 副總經理喔 他現在說 可是台灣沒有核電不行啊 因為台灣所有的都是靠進口啊 那你用綠電啊 你可以用綠電啊 核電哪一樣不是靠進口 你為什麼換藥跟羅山 那羅山跟羅爾索是確定 那時候有固定型 然後他去買一根子的簽譜 那時候換六根要移 就是你內裡不會怪 意思是 你連下維修的基礎 全部都要到基 基義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強了 基義已經三十年 他從那個三億檔之後 他就已經沒有搞核電 他核電的部分 幾乎都賣給日益 賣給東資了 所以就是說 我們沒有買基的東西 是基他們一年去年 譬如說他們去年 是一千五百億美元的營業額 那個核電是沒有佔到十億 我們沒有買基是不會得罪美國的 所以不要想 所以很多民進黨的人 也都還會跟我說 說我們不買 大家都很怕美國 就說好像 就說你跟美國關係不好 就會怎樣 你不要 你不買它 你可以買它的滴熱技術 或是買它其他的技術 你會不要 為什麼要買核電呢 而且核電他們已經自己都沒在身上 全部現在是 他們都變成基義日曆 基義東資 所以去年是給基義日曆去修律的 所以我們那個技術 荷蘭藥 哪一樣不是進口的呢 他就是騙人說那個不是進口的 那為什麼不發展綠電呢 全世界唯一在災後 鼓掌災後 沒有發展綠電的 綠電實質零成長 只有台灣 就是說 馬總統他們說 他們接見那個封綠電的人 說他要發展綠電 全世界他們就是拿那個綠電 來當一個就是網子 就是作為發展綠電的一個 說你看我有在發展綠電 可是綠電很貴 因為這是騙人的 美國能源社 剛剛上禮拜他宣布 他們的太陽能發電 已經超過電費的成本 就是說 現在其實綠電 因為這次原因是怎樣 因為在太陽光電板 價格已經是2010年時候的三分之一 還有就是那個膠質油的那個 變電板 那個配電板 他們已經 價格已經降到一半了 那這個是全世界都一樣的 是已經非常非常便宜 很多人說 那你看你願意向德國 那個融合的人就是 或政府就開始說 你要不要跟德國一樣啊 德國的電費是台灣的四倍啊 他就說這樣 那是德國的制度的問題 他設定原來就是設定高電費的 在他們去搞廢盒之前 他們也是台灣的四倍 現在也是台灣四倍 其實沒有變啊 因為德國他其實是電台出口賣給法國了 他2012年2013年都是出口電的國家 他並沒有因為搞定電或是費額 而那個就是 而缺電 根本不會 台灣根本是不會 為什麼呢 我想就是劉教授也很清楚喔 核電廠他是最奇怪喔 你知道核電廠他是不是單獨的電力 他蓋的核電廠旁邊要蓋很多的火電廠 他是要很多的蓋走電力 你看他說什麼外電 就是在黎敏災賣罵別的電不好 罵那個電啊什麼啊什麼 沒有去修廟去清掃啊什麼東西 核散才會出問題 就是他一個核電廠 他要靠很多外面的電力 所以你看核四蓋了20年 沒有蓋好也沒有問題 不會缺電 是因為你為了要蓋核四 旁邊就會蓋跟他差不多的火電 真的是很荒謬的一種電力 所以他其實 那很多人說 那日本呢 日本災後怎麼樣呢 日本災後現在不是還想要從幾個電嗎 日本災後他們是30%的喔 他跟台灣不一樣 就是說 就在銀材電的那個16.7%來說好了啦 就是他一直強迫沒用 所以在發電時機發電有沒有16.7% 發電設備是在10.23層 那好 那日本是30% 就30% 他是台灣的免費 他講為他呢 現在是銀河電 因為已經半年了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當然他們在災後 就繼續去發展運業 這一年 他改變那個收入 就是收購辦法 然後還有就是強制電力公司一定要買 就是一定要收購等等 就是有一些法令來配合 所以他們災後到現在 他們已經多了六個反應營的份了 那而且就是像九州那個地方 他除了就是太亞人發電 那以外他們還有地勒發電 那以外他們還有地勒發電 地勒發電 他們現在也是算是7%電源 是非常多 那像九州 九州就是跟台灣差不多的地方 他們在災後 現在已經四個人了 而且就是不只是這樣 他們就是災後 他們到現在為止 就是核電增加的喔 就是因為你銀河電 銀河電他們是暫時都要火電來的 那來度過 用火電他們只增加六個person的 那個進口燃料而已 火電燃料只有6% 那為什麼這麼少啊 就是他除了發展玉電以外 另外也積極的去省電 那他們省了非 其實很簡單 一下就可以省兩三層 他們災後最有一陣子 只有災後幾天有限電過 之後沒有一天有限電 那他們去重啟了大盆的兩個路的時候 他們是騙說 因為關西地區 又跟關東地區不一樣 他的那個隊友電力 依賴於是50%一半喔 那所以關西電力 就在那邊叫出案子 然後使不讓我重啟 說不定今年會缺電15% 拜託張家裡算說沒很多啊 他說至少會缺電6% 那說會缺電大家就很是會怕 所以就讓他開兩個路 可是一個下定下來發現 他每個兩個路也沒問題 所以其實都在撇人 所有電力公司都在這樣 那日本是不一樣 日本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一個叫電力三吧 對於核電的補助是非常非常多 跟台灣不一樣 那一個路只要蓋起來 跟一個地方 他就先貼補了2000多億 跟那個一個路的錢值差不多 所以很多的地方 或是中央政客 他們就專門去吃這些核電錢 還有很多業者去吃這些核電 核電的貼補 核電在 它是全世界最昂貴 而且不要包括 還不只包括後來這些廢爐的問題 你知道全世界現在商用爐 還沒有廢封 很多人跟我說 你看美國有些爐都成功 那是實驗爐 就隨便買在沙漠裡面 挖一洞不挖 丟下去 不一樣 根本就折去了 全世界商用爐 沒有廢物的成功 德國有一個爐 他是已經拆了十幾年 然後他拆了費用 已經超過那個爐 在現地的時候 他發電產生了經濟利益 所以已經賠錢了 好沒關係 他拆了還剩三層 三層就是靠土新的地方 因為他的那個就是 膚色污染的嚴重 根本沒辦法靠近 那沒辦法靠近的話 他就 就是說 他說五十年後才要拆 是假的 說五十年後 他就比較不污染 不是那麼嚴重 那個時候再來拆 所以拆爐本身就很嚴重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事業 就是百年都不會拆完的 然後拆爐的話 他不是就說那個費用 現在已經知道 是你蓋造一個爐的兩倍到三倍 所以像核四 但是如果你用了幾天 你發現他不能 他不是處女爐了 那你覺得不能用了 他一下子就要 就要花兩三倍的錢 他就因為一個高污染 你要花很多的錢 你去把它拆掉 所以根本就是不行了 核電 台面現在說他的 核電化電成本是六毛 我說他是少賺 不是少賺一個零喔 是少賺兩個零 因為我用過難料嗎 現在也是處理 也是一個天文的數字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廢的也是一樣 所以你說當初那個陳愛寅 他成立那個叫媽媽監督核電 核電廠聯盟喔 那他說他不好意思 他只能成立這個 這樣叫一個這樣比較中性的名字 他也是一些我跟我說 那後來我跟他說 說這沒問題喔 我說你說你叫監督是很嚴重 其實就是將來要廢的 你要保證核電廠裡面這些高汙染的零件機組 不會流到不應該去 因為他只要流到外面去 現在台灣到處為什麼會這麼髒 除了亂燒核廢量核電廠老朽之外 其實有很多當年的一些 不應該流到核電廠外面去的機組 他可能就流出去 變成有那個汙染 鋼色汙染鋼筋 骨色汙染水流等等 所以就是說這非常非常非常可怕 就是不能讓他再繼續燒 然後不能讓他就是說 這核電廠的一個不能再繼續用下去 核電廠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 尤其核四汙沒有用 就一定不能讓他用 而且不要讓他繼續 不要讓他再繼續說下去 那我覺得這就是 三年來什麼事都沒有做 他們就做了很多就是宣傳 不實的宣傳 而且也就是說 我希望就是說大家其實就是說 一定要三比八要展示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力量 一定要就是要站出來 那就是說關於我們就是輔導 現在有多慘了 就是除了我們看到那些輔射水 他完全 他整個那個收拾满在前線 一直在 就是說一直在潰敗 就潰敗 就是一直流到海裡面去 完全沒辦法收拾 他說要花幾天 幾百一在蓋一洞冰牆 腹肌的地下水擋起來也要一兩年 然後另外他現在就是說已經有 他們永和的人最常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福島連一個人都沒事 他現在已經有75個小孩子 他已經有自癌喔 得到甲狀腺癌 那甲狀腺癌是把UH2 唯一承認就是說 跟輔射有關的癌症 可是即使這樣 這個證明也不承認 說是跟輔射跟輔導核在有關係 然後輔導核一的電廠裡面 已經有十個人以上 表在還是知道 其他死人都好幾百個人都不知道 他們都 因為他都是就是像剛才說 核電幾個比賽 他們就是都會七月再七月的一些承包 分包了無數次的那些核電工具做的 所以他們也都沒有辦法去追蹤喔 那知道裡面有七七百血癌死掉 他們也都不承認 所以就是核災咒動 核電跟農林在災前災後 都有非常多的 就是說很多的那個 就是真相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整個輔導核一就要收拾喔 大家也看不到收拾 現在活著也是一定看不到收拾的 而且就是說就像大家也不知道 策略已經經過二十七年 現在每天還有四千個人在維持 那輔導核一現在也是 每年隨時有三千人 每一天有八千個人 而且孕押到了2015年 就已經沒有人手 可以詢問大家都被捕很嚴重 那核災跟所有的工業災害不一樣 就是你在現場的人 所以他沒辦法靠近 他很多的點就是你一造美 多久都會死掉的那種現場 所以就是一定不能讓核災在台灣發生 所以我不知道到時候是誰的子弟 或是誰要去收拾這個東西 根本不可能 因為台灣就整個地方就會完了 而且像那個小豬 遇到他皮膚 要使那個核四發生的災害的話 是三萬人數死 馬上死掉 然後七百萬人後續死在兩年左右 會後續死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是一個 逃亡效率為名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是一定要站出來 就是要要求政府廢事了 然後要面對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就是要高階核廢道 其實就是說台灣現在我的六輪 其實是台灣最大的經濟不良的債權 它是要非常多灶 才能夠去解決的 是最大的一筆不良經濟不良的債權 所以就是說核電的人是 就是說他們不能在 就是說自己騙自己喔 那他們有他們工作也可以做 因為廢物是一個更兼具 他們可以賺更多錢的事情喔 所以清大的人 恭喜也不是那麼絕望 只要讓我們自己面對 然後不要去那種試這些輻射傷害的話 說這也不是 這其實是一個 就是說台灣未來最大的年裝生意喔 所以他們還可以賺更多的錢 那可是就是說在這之前喔 我們一定要阻止政府讓我們奶幹 因為他們今年還想要把奶料棒先插進去喔 那可能是先把你公筒先把你擱置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說他在找安檢 安檢他都是找一些業者同業團體 花來多錢來發一些假證明 那補島合一在那之前他也有一個Warner 就是之前一個禮拜 他也有一個就是事業核電同業工會 也進去檢查 也進去檢查 也說他是非常好的機優的一個核電廠 可是一個禮拜後發生 他一塊錢就不用賠 機儀也因為經過了往下 而且他一塊錢就不用賠 所以他們完全不用負責了 這些東西這些災難就是災到我們上 那是根據台灣的那個核子事務法 剛才你們照射提到說他們沒有保 那每個人賠多少呢 根據這個法律台灣每個人可以 一百八十二塊 但還可以買一個張架 或者排骨飯 所以就說一定主要不能讓一台 就說不能讓核災在台灣發生 而且核災也是有限定一次 而且廣內人還跟我說一次 說一句話就是說 核災下雨核災不會等你二十年 車路到那個就是到福島市等了二十年喔 那可現在這些核電都這麼老朽 那一張核電廠是新的時候跟最老朽 它是一個像浴缸一樣的 危險曲線是跟浴缸一樣的一樣 就是最先的那個最先的幾年是很危險 那後面過了二十二就是二十年以後的那一段 是最危險的 那福島核一就是過了後面的這一段 那另外日本在災後另外一郊軍就圈 整個社會怎麼不急找 把福島統一體掉 這麼老朽有的核電都一樣 那你知道山里島是才用三個月的爐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車路也是用兩年的 都是新爐耶 就是新爐也是很不穩定 所以很多人說那台灣才老朽 我不要用西的好了 喝飾我覺得是更恐怖的 那而且就這個爐能夠不用就不用 一用就變台灣最大的很大的不了戰權 而且你用一天不配合 你一天就吸燒出二十顆的廣島原子 在那樣紅色物質 所以一定要把這樣的真相告訴大家 我們不能把這樣就是說 污染的土地喔 現在其實已經污染這麼嚴重 不能再繼續再污染下來 而且只要我們發生火災喔 是我們真的是所有的資產被歸 而且信財幣就會變幣子喔 還有股票也是就全部都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的人 你覺得水跟空氣都不能不能吃喝 你要怎麼辦呢 是沒有辦法 沒有黃色物 那我是因為就是覺得就是說 實在是太不甘願 不能讓台電五證 對台人做 歷史上人類史上沒做夠 這麼可怕的事情喔 所以很希望說大家要把今天 就是你聽到的事情 或是你多去看看多報的資訊 把這些事情告訴大家 然後在308那天一定要站出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姐姐喔 她真的像連珠泡一樣講得不停喔 呃 我能夠了解 我其實有一陣子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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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一直講 那我現在要講為什麼 你是看了這個輔導的核災以後 說你用很大的反省 那沒有發生的事情 二十幾年前 那個我們的蔡人街就去那個蘭嶼了 那時候是為什麼 可能等一下請她 或者她有黃教授 她在1979年吧 她就寫了一篇文章說 核電廠是台灣最大的潛在的危機 我想這兩位我們請她們分享一下 對 然後 然後還有各位朋友有什麼問題 趕快來問這個 從琴瑟女王變成百合女王的劉璃兒 好 那 那我們先請蔡市長 來 各位鄉主角的朋友 呃 劉璃瑞三人 主持人 呃 蘇姬小姐 呃 劉璃瑞 黃教授 呃 聽了 劉璃珠泡式的 這個 反俄女王的 呃 親身體驗 呃 然後看 剛剛的 影片 也勾起了很多回憶 呃 呃 在台灣 1969年 剛剛 影片上說的 核一場開工的時候 我想大概 沒有人知道 這個事情 沒有人懂得 擔心 核電 他1978年開始運轉的時候 欸 那個時候我記得 呃 有人開始擔心 呃 我剛剛一進來 遇到黃教授 我在問他 欸 多年前 我們 黃教授找我 一起去高雄 參加當時候一個 是國民黨籍的例子 叫王清蓮 他辦了一個做港櫃 那個應該是在 呃 車路比事件之後不久 那 呃 之前有商議吧 那 呃 呃 那個大概是 1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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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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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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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当时候的立法委员黄税金创办 这个杂志寿命很短 大概12期或13期 就一年多一点 我那时候 飞腰区我大概编了六七期 那时候我们关切到 河山厂 河山厂的 那时候我们关切 是关切 核电的安全 还有 河山厂的预算 从最初编制的三百亿 跳到六百亿 到他最后完成的时候 超过九百亿 然后 1970年代 就是刚刚有提到 是 美国的核工业 美国的核工业 这个企业 这个非常庞大的企业 对美国政府 影响力很深的 甚至 他的 重要的领导者 都会进入美国政府 担任重要的职业 1970年代是 美国核工业在 全世界最火药的 领导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谈 河山厂的 预算三级条的时候 菲律宾也是一样 菲律宾同时也 盖一个核电厂 他的预算也是这样子 不断的增加 那这些 都是我们 平常老百姓 或者是 学校里面的学者 都很难以去了解真相 大概台湾人 渐渐渐渐的 制造 核电 制造他的一些 可拟殖数 然后制造他的 危险 刚刚 蓝宇 的 修除人的那一段 骗尾 也是用来运作收藏 在日治时期 日本 同志的五十年间 蓝宇 那座 台湾人人都叫 昂陶苏 红头鱼 因为他在 东边 太阳升上来的时候 那个小岛 红红的 发亮 有光辉 但是一个 一个 一颗 一颗宝石 日本人是把 红头鱼当作一个 人类学 研究的一个宝库 很有名的 人类学家 日治时期的 鸟居农场 他1897年去到 兰羽 他成立 大概 整个日治时期 对 台湾的 各组的 原住民的人类学的研究 他们是很用心的 治理这个地方 想对这个地方 能够 完全的认识 那 在 日本人研究 人类学 台湾的 这些原住民族的人类学 大概研究了最深入的 一个族群就是 那时候叫 洋梅族 后来政府回拿屋主 那 苗居农场 他1897年去到 兰羽的时候 那是一个 怎么样的事件 我读过他的 那个调查报告 兰羽 那时候 洋梅族 同邦 他们很喜欢 隐蔽 他们喜欢隐蔽 不是喜欢钱 他们拿了隐蔽做什么 把它融结 把我们汉人 在交易的隐蔽 把它融解 融化融解 做什么 做他们的 男 男士的话 做他们头盔 对 女士 女士的话 做他们的 头饰 还有警示 蓝羽 两位同常发现 哇 全台湾的 各个部落 都有烟 烟场 都会受烟 两位 不用烟场 各个部落 全世界的 土著民族 都会酿起来喝酒 蓝羽的洋梅族 不会喝酒 这里 1900年前后的时期 然后 怎么中华民国政府来到了台湾 在治理台湾的时候 然后到了 某一年 蓝羽计划 大约 元能辉成立以后 要 发展 隔壁 蓝羽计划 大约 1970 大约 1974年 元能辉开始 一个蓝羽计划 怎么 我实在 这么 这么纯樸的一个民族的 一个 小党 怎么会 因为 中华民国政府会想到把一个合肺量 即使是远离街的 低级量 把他们再来 所以1980年 我们一群朋友就 去了那 1988 几年 26年 26年 第一次 我们叫做 那时候 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驱逐恶灵 亚美祖是 他们 在他们的 宗教观念里面 他们 觉得 最 最 对他们 最威胁的 是一个叫 有一个名字 一个恶灵 所以叫驱逐恶灵 那个时候 解缘 一两年吧 那个所以 当时候 也是 很紧张 当地的 那个 亚美祖的同胞 他们 也很害怕 但是经过 大家不断的服务 不断的 二十六年前的 有一个人在那里 大概 不断的吹 那一天 非常动人 这些 老人家 蓝玉勇士 拜托亏 有亏夹 金子库 大家 集中到 储存厂的前面 今天 这个蓝玉的 储存厂 今天是 不再去损放 可是 摆不体还摆在那里 想到吴丘 吴丘的人也不愿意 但是我在想 台湾的这些教导 无人的教导 也还有 当初的政府怎么想 决策的怎么想 怎么会把它放在那里 然后 又经过了 这 二十多年 大家逐渐逐渐的了解 和变 他的 经济的层面 他的安全的层面 姨儿还要跟大家说什么吗 不好意思 已经到这个时间 因为我 刚刚也是后面那个 好像有之前我讲话 很大声 所以那个 法官比较小 所以让 那个 黄药说 觉得我讲话 比较美丽 的确是 的确有点 这样子 我想 说 我栽后 写了五本书 那其他有理由 基本上比较简单 就是说 拉肺也就是说 我们经不起一次核灾 台湾必须会有十个理由 这有把台湾为什么 一定要备核 因为台湾真的是 一次都经不起 核灾不是只有 仅限一次的 就是说 核灾对于有限定的数量 而且实际上 所以已经在那个 六十八 就是太平洋沿岸这一代 六十八的雨里面 已经有六个人都发生了 台湾是最可能发生的 还有就是 一定要备核 才能给孩子安心的未来 那他就说 台湾已征税在二十三万颗 王岛也只在分量 五十五指上 那我就跟说 像刚才 黄耀搜提到的那个 审殿也很重要 日本除了发展零件以外 也是审殿 他们在栽后 所有 那个便利商店 一度都找不到 本来便利商店 最浪 最容易找到 一度全部关掉 然后现在全部换彩LED 他们说如果 所有家庭弄电 工厂弄电 换彩LED 就剩13个炉的 灯电 那台湾只要全部换彩LED 比起那个习惯 还有机 加 我们用家庭的经验就知道 只要稍微分析一下 也就很容易省电 就可以省好几成 省好几倍 那台湾只要全部换彩LED 就可以 不要合适 而且就是说 那个工厂的用电 台湾工厂用电的收电 费用是日本的五分之一 所以工厂非常浪费 你只要稍微把电费 做一点点调整 他们自动被省 其实台湾根本就不要 台湾现在 事实上用电的浪费情形 大概在全世界是非常有俗 因为电费是 比中国大陆很便宜的 那我不是说要大家涨 就是说增加支出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拿很多理由 在涨 涨电费 是因为就是说 你只要稍微省一下 根本就 非常非常简单 灾后 日本已经省了两三层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而且事实上在灾前 日本也比台湾 省电是很多的 那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其实最重要还是就是说 大家把自己的主张 说出来 然后站到街上去 然后用你自己能够表现的方式 当然你第一个用你的选票 选票是最有利的 一定不要再去支持那些通过 核电运算的人 或是永固核电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一定用你的方式 就算是用眼书 用那个推特 或是用你的部落格 或是推跳舞的人 你会做音乐的人 你会唱歌的人 你会写文章的人 你什么样的方式 用你最适合的方式告诉大家 那因为我会写文章 所以我再后写了五百多篇文章 写了五本书 所以 因为我是基督出身 当了这十年的特派员嘛 所以就说我是大量的吸收 大量的采访 是最快的 那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 然后我也很喜欢说话 所以我也用说话 告诉大家 所以也希望大家用 自治罪的表现方式 告诉我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坚持到最后 我都相信刚才能跑回去 是要去贴 贴带子 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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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问题我想 问那个评论 不是 就是说 辅导的时候 他输散十四万人 他现在有多少人回到他的 回到他的那个 出击努力 对 他现在是 他贴带输散的 最后是输散十六万人 因为 就十四万人 是三十公里圈 然后四十公里左右有 半百村 那被说是 预论相较很大 然后全寸疏散 所以他还疏散十六万人 是有天赋的 但是事实上 有三十几万人 因为 你六十公里 八十公里 有污染源 要是你自己家里有 幼小小孩 你就算是付两层贷 付一个贷款 是只好 只好搬家 没有工作也是 只好搬家 你不会让小孩去算 所以事实上是有 三十几万人都死亡 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然后回去的 只有几 就不到 现在他们说政府 还继续有在天赋 是十五万多 只有一万多人 有的死掉 死掉一千六百多个人 日轮政府承认 因为核灾去避难 或自杀 自杀还好 他写的一书说 我 我已经累了 我已经不要在那 看不见了 五色混动 那样政府才认定 他是自 核灾关联的自杀 那样子 还有就是说因为 避难 逃难 你可能在中间被铺 因为政府没有够 去 有人从地气量 跑到高气量去 所以那样死掉 十五万六 1683个人 比你 辅导线 直接因为 地震 或是海啸 那个倒掉 死掉的 1600 灵气量 还多 就是因为 核灾本身 死掉 又更多 这社会承认的数字 都是这样子 然后得到癌症的 又75个小孩 他们你知道 灾前 如果是一百万 只有一个到两个小孩 会得 甲状下来 现在他25万的人 就有那个75个 就是一百万人 是300个人得到 而且 如果根据 测诺别的经验是 三年到五年 是现在才要开始大增 所以说 整个风导是很惨 然后三年 你知道的真相也都 非常非常少 所以他们也很少 所以现在其实 然后政府在去年终于承认 说有些地方是回不去了 他们自己都假装说 我把手干净 你就可以回去住 但他们现在终于承认 有个地方实在太污染 太严重 有人家 你就回不去了 所以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政府有天赋的 还有15万多 然后其他 就说 还有 十几 二十几万 甚至更多 都已经 就是那是自己 自费 自费去了 对 你在这个时空里 他时空里污染 有重点 是时空的重点 第二个我 建议